黑妹来医院例行检查 却被医生告知已是绝症晚期 生命仅剩四个礼拜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她不可置信 第二天 她闯进老板办公室要辞职 可老板却对她视而不见 她怒了 抄起高跟鞋就是一顿杂 黑妹名叫阿乔 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 她一直老是本分地活着 上次总是为了几毛钱说教 她忍着 明明热爱美食 却因为要减肥 她都忍着不吃 干着频繁的工作 领着微薄的工资 但她并不气馁 总觉得老天会给她个惊喜 可万万没想到 迎来的却是惊吓 阿乔崩溃大哭 她翻着自己的心愿书 上面有她想吃的美食 想去的酒店 还有想要在一起的人 省吃俭用的活了三十几年 就连一个愿望都没实现 在生命的最后四周 她决心要为自己好好活一回 来到银行 取出了所有积蓄 买了一张飞往欧洲的机票 她要在死之前实现所有愿望 把钱全部花光 飞机上 钱做的胖大哥老是吉他 以前的阿乔会默默忍受 可现在的她不再忍气吞声 没想到空哨阴阳怪气 说头等舱空旷 你去做头等舱啊 阿乔一听笑了 二话不说家钱生舱 别说 这里还真是宽敞 不光有烤鸡招待 还有空姐倒酒 美美地喝上一口 这就是有钱人的滋味吗 下了飞机 打车的队伍排起了长龙 阿乔任性了一把 直接包了架直升飞机 空降在她最爱的五星级酒店顶楼 地面上的人都惊呆了 纷纷猜测这女人是什么来历 因为乘坐直升飞机 阿乔提前二小时到达了酒店 预定的房间还未打扫干净 只剩一间总统套房 四千美金一碗 阿乔毫不犹豫升级了套房 她站在窗前 窗外的景色美得惊人 她来到一家高档礼服店 精心打扮了自己 换上了一袭红色长裙 走进了餐厅 这一抹红色身影让一员都看待了 背部拿大石头按压 唇部拔毛夹脸部电击 拿树枝抽打后背 用铜碗来敲钟 最后还要全身涂满泥巴 再紧紧裹成木乃衣 高级死怕就是这样 阿乔心想 真是酸Q 这东西咱是无福销售 还是去吃大餐吧 于是 她穿上高级定制红裙 卖着优雅的步伐 走进五星级餐厅 餐厅的包间里 坐着一桌名流贵族 他们点菜的要求不是一般的多 不要黄油 不要奶油 不要碳水 不要脂肪 大厨看傻了 直接愤怒地说道 这也不要 那也不要 还吃个球啊 这时 阿乔的订单来了 他把所有的招牌菜都点了一遍 而且没有任何要求 大厨感觉瞬间找到了知己 于是他亲自过来问候阿乔 没聊几句就成了朋友 包间里的贵族们看到后十分震惊 在这里 能让主厨招待的 非富即贵啊 这女人的到底什么来路 有人猜测她有权有势 也有人猜她富可敌国 可无论是哪种她 都引起了议员的注意 饭后 阿乔独自泡温泉 议员主动上来搭讪 交谈中 阿乔很坦然地说 自己就是个普通人 可议员根本不相信 他认为阿乔是在谦虚 或者他不想透露个人信息 两个人聊得火热 而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富商看到 他更加肯定这个女人不一般 富商是美国零售业的大佬 是酒店里最有钱的人 可没想到阿乔一来 处处都压他一头 于是富商怀疑阿乔是竞争对手派来的 目的是破坏他和议员的合作 第二天 阿乔来到滑雪场 毕竟新手刚刚起步 上滑板后就失去了控制 在山坡上横冲直撞 速度也越来越快 搜的一下 从富商的眼前飞过 看到这一幕 富商胜负欲上来了 立刻追了上去 他以为这是一场比赛 却不知此时的阿乔快要吓死了 就这样 两个人冲进树林 阿乔凭着逆天的运气 越过重重障障碍后平稳落地 而富商直接摔了个四脚朝天 狼狈不堪 富商发誓要找回面子 于是他邀请阿乔去玩个更狠的 千米高台上 他们正在打赌 赌谁能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跳下深不见底的悬崖 看着圣人的高度 富商双腿发软 教练就站在一旁看笑话 还说没什么的 眼睛一闭就过去了 听到这话 富商更害怕了 阿乔倒觉得无所谓 反正自己也活不了多久 于是松开双手 纵身跳了下去 随即将落伞打开 他稳稳落地 接下来轮到富商了 他抱着栏杆阿巴阿巴 最后直接放弃了 本来想让阿乔难堪 却没想到小丑竟是自己 随后他们又去了赌场 阿乔虽得了绝症 但运气逆天 连压三把十七点 把把都中 就这样三百多万轻松到手 他觉得很讽刺 自己都快死了 可运气又来了 真是有钱没命花 而另一边 富商十分恼怒 于是他使出了一些 见不得人的手段 他私下买通酒店管家 让其帮自己查出阿乔的来历 管家进入房间 一下就找到了 阿乔以前的工作证 发现阿乔并不是什么大富豪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售货员 他思考着应该怎么 揭穿阿乔的真面目 可下一秒他就看到了遗书 知道阿乔得了绝症 管家心软了 等阿乔回到房间 管家上前一把抱住了他 并表示会为他保守秘密 但富商也不傻 他从别的渠道得知了真相 宴会上 富商当着所有人的面 揭穿了阿乔的身份 本以为可以羞辱他一顿 却没想到阿乔竟丝毫不在意 他坦然地向众人说道 自己从来没有骗过任何人 来到这里是因为自己得了绝症 想在最后的日子里 花光所有积蓄 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让自己不留遗憾地离开 听到这里 在座的贵族们都向阿乔 投去了尊重的目光 富商也沉默了 随后阿乔起身离开 众人也纷纷离喜 窘迫的富商只能独自喝着闷酒 还爬上天台闹着要跳楼 其实富商本质不坏 只是胜负欲太强 输给阿乔面子上挂不住 阿乔知道后立刻爬上天台去开导他 你有钱又有闲 想做什么做什么 而我只想好好活着 结婚生子 再开个小餐厅 但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 却都实现不了 相比较而言 你是那么幸运 为何还不满足呢 听了阿乔的话 富商是然了 可这时 阿乔却伤心起来 此刻他已经身无可恋了 可能只有死才能得到解脱 就在这时 阿乔暗恋的男神出现了 原来他也暗恋着阿乔 在得知阿乔患了绝症后 便义无反顾地辞职追了过来 只为了向他表白 听完后 阿乔愈发难过 抱怨上帝为何如此不公 偏偏在自己快死的时候 一切美好都找上门来 可就在这时 管家也爬了上来 原来刚刚医院发来传真 因为之前机器故障导致误诊 阿乔并没有得癌症 他喜极而泣 抱着男神 两人亲吻起来 电影最后 阿乔回到家乡 跟男友一起开了一家小餐厅 他终于过上了自己向往的生活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努力开心过好每一天 物质无需奢侈 但求精神富饶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最后的假期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